周四下午2点左右,位于洛杉矶阿祖萨北部的圣盖伯山区爆发野火,在一小时内就延烧120英亩土地,附近居民面临强制撤离。 当局表示,起火地点位于圣盖伯峡谷路9500号街区,属于Angeles国家森林,由于山火靠近莫瑞斯大坝,因而被命名为Dampfire。 由于天气炎热干燥加上风势,该山火在山区迅速蔓延,为此洛杉消防局已经部署了约100名消防员和三架灭火飞机进行灭火,同时还撒下红色的抗燃烧材料阻挡山火的延烧。 截稿前,该山火没有得到任何控制,当局已经关闭了39号公路和部分露营地点,并且向山火附近的民众下达了准备撤离的命令。 一旦山火蔓延失控,将立刻撤离当地居民。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。